新冠病毒不断进化 适应新环境 传播速度比原先发现的病毒更快 杀伤力也更强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星期一 公布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 旗下疫苗在进行对抗英国与南非变种毒株 临床实验时产生病毒中和性抗体 因此现阶段疫苗对变病病毒 依旧是具备了防护作用 不过基于南非变种病毒产生的保护抗体水准大幅下降 专家担心抗体在人体可能提供交叉保护 或许会导致疾病恶化 比德霍特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访问 莫德纳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产生的抗体反应较弱 加上难以掌握疫苗对这两种病毒的免疫效果能够持续多久 因此需要进行第三剂注射 加强免疫功能 无论如何为求谨慎 莫德纳将尝试加入第二剂追加疫苗 一共注射三剂 目前已经开始对一支专为南非变种病毒调整过的候选追加疫苗 展开临床试验